Hello 大家好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女生去旅行的看法和經驗 我會再跟大家介紹我事前預備的工作 以及解答大家Instagram的問題 我自己第一次去旅行是2016年3月 等我去台北四日三夜 我當時也有拍片和大家分享 為何會有這個練習呢 當時我都很羨慕我哥哥可以在英國讀書 去附近的地方去玩 去了解當年的文化 而我那時22歲也很想為自己做一件比較突破 比較勇敢的事 我決定不如一個人去旅行 順便可以訓練一下自己的獨立 自此之後其實我是很上癮的 我希望一年都可以去到一至兩次一個人的旅行 而且我自己覺得去旅行未必要去體驗到 一些人生大道理或者找到人生方向 因為這兩件事其實都要靠時間和經驗累積回來 而對於我來說 我最喜歡一個人去旅行 是因為人越大 我越需要一個人的時間 真的沒有什麼顧慮 沒有什麼束縛 很自由去決定自己幾點起床 吃飯去哪裡玩 自己找路搭車和自己要解決問題 你會發現自己自己也做到 可能在香港你會覺得我很依賴別人 但當我去完旅行發現 其實我比自己想像中更好 所以我一直都很鼓勵我身邊的朋友 可以試試一個人去旅行 另外對於我來說 一個人去旅行 最棒的地方就是 去完旅行回來你會覺得很差 不會太沉醉於在旅行當中 一個有質素的旅行 會令你回來覺得 我是很有衝勁去做事 然後繼續努力去期待下一個旅行 這件事我也覺得很重要 有人想知道如何克服自己心裡 一個人好像很慘很危險的障礙 我覺得如果你一開始覺得 一個人去旅行是很慘的 其實你也不會得起心肝去買機票 預約酒店 甚至去到最後你去到旅行 你也會覺得很寂寞 很不自在很想回香港 我覺得這不是旅行的意義 做得去旅行要享受 或者你真的會覺得很緊張 但我好像剛剛開始這樣說 就是你要給自己一個挑戰 用一個比較正面的心態去對待 雖然是會緊張的 但我覺得到時你打聲十二分精神 基本上你的旅行都應該會順順利 至於安全危險這個問題 我就稍後再和大家分享 另外就是如何決定去哪裏旅行 以我為例 我是很容易被一些風景相吸引到 特別是朋友拍你的風景相 甚至是網上平台都會分享 例如這段時間你去哪個地方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風景 我就覺得很漂亮 我就會寫下 我下次都有機會想去這個地方 我就會慢慢做一些資料搜集 另外如果你真的第一次一個女生去旅行 我自己都會推介輕量版的地方 就是台灣 首先是語言相通 交通方便 以及吃東西 很近香港人的口味 是一個女生比較容易管理的地方 另外如果你說對那個地方的文化 語言有一定熟悉的話 其實日本和韓國都是不錯的選擇 我覺得身邊的女生很多都會去這兩個地方 大家上網有很多資料 另外如果是東南亞地區 我就一定會推介新加坡 還有她的城市規劃做得非常好 她跟香港是很類近 交通是非常方便 她們的鐵路做得非常好 吃東西和語言方面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她們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我自己覺得附近的馬來西亞差一點 如果你真的決定去馬來西亞的話 你要注意安全 以及她們的交通安排 因為交通方面 我覺得是有點苦惱的 因為馬來西亞很多人都會靠開車為主 像我身邊的朋友和我的同事一樣 一個家裡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車 因為她們最主要上班和外出都會靠開車為主 所以如果你要去東南亞地區 你又不懂得開車的話 就要下載Grab或者Uber這個APP 她們會比較方便 至於長線地方 我自己也是英國 在食物和語言方面大家不用太擔心 另外在交通方面 倫敦的鐵路做得非常好 但如果說去附近的城市 其實她們的貨車安排都是非常完善 之後我又去過法國、比利是和荷蘭 這三個地方就沒有預期有英文的出現 因為她們的車站可能是德文或法文 在語言溝通方面會比較吃力 那時候真的要做那些資料搜集 另外我自己也很少買旅遊書 原因是因為網上資料太多 我自己覺得如果你要去那些地方是有興趣的 但不太熟悉 也不太知道有什麼地方玩 甚至要去多少天的話 你首先可以去旅行社的網站 看看旅行團的安排 看看別人會去哪些地方玩 遇到多少天 到時可以方便自己去買機票 以及去預約酒店 台灣Blogger是很用心去打完所有行程的安排 我覺得這方面也有很多不錯的參考 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剛剛好 另外就是關於安全的問題 每次去到一些新地方 很多朋友都會說 我到那個地方都有興趣 會不會很危險或是否安全 甚至是問我會不會主動去和陌生人聊天 我覺得一個女生去旅行 最重要是有警覺性 特別是看起來很善良 很容易被騙的女生 我拜託你們打醒12分精神去旅行 因為你去旅行就真的靠自己一個人 盡量都不要做低頭髒 多點去留意一下身邊的東西 去保持警覺性是比較好的 如果你不太熟悉這個環境 其實我不建議你一個人走到12點才回酒店 因為我個人比較容易有戒心 所以我不太主動會和陌生人聊天 如果真的要去到找路的話 我真的搞不定 我會盡量去車站問職員 甚至去到餐廳去問店鋪的人 因為其實他們是很友善的 他們會和你推介一下 你要去哪些地方玩 去吃哪些東西 其實他們很願意幫忙 但也要有一定的警覺性 另外我覺得一個女生去旅行 最重要是有交代 令到身邊的人放心 和有責任心 因為我覺得如果家人覺得 你去那個地方很危險 你千萬不要跟他們爭吵 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如果你跟他們爭吵 他們只會愈來愈反對你去那個地方旅行 所以盡量做多些資料守則 令到他們覺得你有做準備 不要第一次千萬月級挑戰 要去那些很遠的地方 不要說第一次我要去杜拜 或者我要去墨西哥 或者你說去美國 或者英國讀書例外 因為你最喜歡去讀書 但如果你說去玩的話 盡量第一次挑戰 都不要去那麽遠的地方 選擇一些你可以管理到的 看看我是否真的適合一個人去旅行 當你令到身邊的人安心 其實你的旅行是會去得開心很多 即是會相信很多 不論你是打什麽航班 住什麽酒店 甚至可能那天去哪裏玩 你都盡量跟家人說聲 因為其實就是觸碰說句 如果你有什麽事 起碼他們都會知道有些基本的資料 另外家人讓你一個人去旅行 其實是一個放心的表現 所以如果你說想之後 有更多一個人去旅行 最重要是要令到身邊的人放心 你整個旅行就會開心很多 還有自己一個人住酒店 還有吃飯的選擇 一般我覺得一個人去旅行 住酒店都會定價在500至600元之內 你都要預料 其實基本上一個人去旅行 住宿的成本會貴很多 但這個人是你一個人去旅行的取捨 如果你想一個人去旅行的話 這方面你自己是要考慮的 但如果你說去歐洲方面 就不要遲遲才預約酒店 因為他們是真的會比較貴的 住宿舍或Airbnb 其實我不是說太多經驗 所以我就不說太多了 另外選擇酒店 我都會盡量距離在地鐵站 或者巴士站 最好就是五分鐘的路程之內 因為你一個女生拿著行李箱 然後又要找路 其實Google Map可能是五分鐘 但你最後可能是十分鐘的 所以你自己走的時候 可能行李箱又很重 盡量都會選一些距離比較近 未必是說要選一些很大的站 例如台灣來說 我未必會住西門町和台北車站 我反而會住東門 近泳康街 然後交通也很方便 盡量選擇在大街附近 當然也要看網上的評價 另外最另一個意想不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人吃飯的選擇 我知道其實吃飯是一個人的基本需要 但其實我自己去旅行 吃飯就不太高要求 你不要看我平常拍很多美照 上Instagram和大家分享我去哪裡吃東西 但其實五天內 我只有三餐會吃得比較好 或者我真的會做一些資料搜集 我真的很想試那間餐廳 其餘其實我都會盡量控制到 在我的預算之內 我個人其實比較喜歡看風景 我盡量會以行程先行 所以很多時候 早餐或者小食 我都會盡量在7-11 例如咖啡商店 甚至是一些食店 就完成了 隨便吃一點就可以了 但當然一個人去旅行 照顧自己也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吃不同的食物 盡量都小吃多餐 不要叫到整桌都是食物 因為其實真的會吃不到其他食物 但我覺得去外國的好處 就是他們有很多週末食市 你可以盡量試少少 可以試到當地不同的地道消息 今次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我都盡量解答大家的問題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遺忘了 你很想知道的話 都歡迎留言 或者inbox問我 我都可以的 我自己覺得一個人去旅行 是一生人必做的其中一件事 我覺得可能你會喜歡 或者你可能覺得試過一次就算了 但我都覺得是一個人生非常好的經驗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新地方 你是很想推進我去的話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其實年尾開始都會去幾個旅行 接下來的影片大家都會繼續再見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